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之前中国的工程师在巴基斯坦遇袭 我当时是全网唯一个告诉大家 我对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是坚决不信任的 我认为就是他们的责任 现在怎么样 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总局的局长 伊姆兰汉的盟友被抓了 我觉得就是证明了我当时的判断 当时是巴基斯坦塔利班对中国公司发动袭击 巴基斯坦官员周一宣布 逮捕巴基斯坦最高情报机构前负责人 法伊兹哈米德中将 是以腐败和政治干预罪名 对退役将军提起军事法庭诉讼 他的被捕应该是巴基斯坦历史上 首次有现任或前任的三军情报总局局长 面临军事法庭诉讼 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是CIA一手练的 一手培养的 他的情报能力绝对不差于 其他的所有的周边国家 他怎么能不知道巴基斯坦塔利班要行动 包括即使有印度的调查局 他们参与行动 那你这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也知道 你在印度内部不可能没有情报 所以他没有提前通知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 他被监禁 是跟前总理义姆安汉 遭打击是连带的一部分 伊姆安汉在任期 亲自挑选了哈米德将军担任 三军情报总局局长 就是间接头子 军方媒体部门 叫三军公共关系部 简称叫ISPR 他的一个新闻稿是说 根据巴基斯坦军队法律 对哈米德将军采取纪律处分 此举是17年 伊斯兰堡私人住宅开发丑闻 有关联的案件 根据法庭的诉讼说 官员指控哈米德将军 及其兄弟 试图通过逮捕和勒索业主 来获得该住宅开发项目的所有权 我立马 这个情报头子去搞房地产了 这种 新闻稿说 官员还指控哈米德将军 在二年退休后 违反了巴基斯坦军队法 但没有具体说明指控 这个二年退后违反军队法 这个法案仅止官员退后两年从事政治活动 这个三军情报总局是巴基斯坦最强大的 也最有影响力的机构之一 这个美国CIA一手建立的 他的能力绝不差 美国CIA能搞到的 其实他也不见得差 所以哈米德将军是在巴基斯坦 有不可动摇的 令人生畏的权力 他野心勃勃 现在看他一直在巴基斯坦内部 政治斗中出面 哈米德一直是情报机构与 伊姆兰汉一起 我觉得协作的一个标志 后来也要谋求陆军参谋长 但这个可能就是巴基斯坦权力斗争 权力斗争一个结果 巴基斯坦最高权力是什么 是陆军总参谋长 大家可能不知道 军方指导该国政治最有力的这么一个职位 就是陆军总参谋长 伊姆兰汉是在18年担任总理以后 努力提拔了刚才讲的这位 三军哈米德将军 最后要把他放到陆军总参谋长的位置上 从12年10月以来 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 一直是由塞德、阿西姆、穆尼、穆尼、穆尼尔担任 针对哈米德的腐败和政治干预 其实不罕见 因为巴基斯坦的军事领导人 有权力影响外交政策 包括国内政治 军方是有能力的 他们可以支持他们喜欢的政客 压制阻碍他们的反对派 所以巴基斯坦的军方是有绝对权力的 通常情况下将军可以自己 把自己洗脱、逃脱 对他们所有的违法指控 或者是把重罪改成轻微的谴责 这帮军人就不受普通的腐败案件的影响 哈米德的被捕 看来是个例外了 他没有摆脱这种 可能和国际和国内现在局势有关 也可能对未来的巴基斯坦局势产生深远影响 你的军方人员现在也必须要受到审判了 而且他是个间谍头子 逮捕可能审判一名前间谍头子 对巴基斯坦来说绝对不寻常 巴基斯坦的前驻美国大使 现任的华盛顿哈特医研究所的哈卡尼 他们现在就认为这是巴基斯坦政治变化的 一个重要信号 哈米德中将曾经庆祝塔利班在阿富汗收入实力 参与到圣战的激进活动 他是有大量的情报工作都参与了 巴基斯坦军方和相关的政策 巴基斯坦军方和巴基斯坦政府的整个决策的决定 可能就此开始 军方可能有些政策 巴基斯坦现在的政府不支持 只要事件发生最初几年里边 巴基斯坦的三军情报总局与华盛顿有密切合作 到了07年 美国就指责三军情报总局支持阿富汗境内塔利班叛乱 这次逮捕三军情报总局 可能就是对巴基斯坦三军情报总局 现在完全不信任 巴基斯坦背后肯定也有外部势力 美国他现在并不支持三军情报总局 巴基斯坦过去两年政治动荡 可以看 实际就是内部的利益分配 之后几年里边 巴基斯坦军方在全国范围内对伊玛兰汉进行镇压 后来伊玛兰汉支持者 纷纷走上街头 后来是伊玛兰汉因为所谓的政治指控被逮捕 现在他在狱中 实际上还是继续的政治动荡 哈米德将军被广泛认为就是伊玛兰汉在整个的军队中最亲密的朋友 退休后继续给伊玛兰汉提供支持 他还希望伊玛兰汉出狱之后能够重新返回政坛 有非人是说等于是这次逮捕就是高级军官的一次警告 县政府对高级军官一次警告 也是对伊玛兰汉的警告 前信息部长就说这些当然是针对伊玛兰汉的政党的一个警告 说哈米德退休后 仍然从三军情报总局包括军事系统中获得力 最重要是现在的陆军总参谋长叫穆尼尔将军 已经向现役和退休人发出了明确有利的信号 就是你们不要去想要搞我 任何削弱分类军队的企图他都不容许 这应该就是内部斗争 哈米德担任间谍投资期间的许多政客 指责他使用暴力高压手段攻击取悦政治军事上司 实现个人野心 谢里夫曾经公开声称 说哈米德有一群最高法院法官和将军 在17年推动他下台 你看啊 这个就是搞政治的怕什么 怕当兵的 17年哈米德领导这个间谍机构负责国内事务 这个部门经常因为涉嫌干预政治受到批评 19年哈米德被任命为间谍机构的负责人了 然后呢替伊姆兰汉免职的这个 突然间就把这个募尼尔将军给免职了 募尼尔是很多方面来看 现在受到重用 当然要报复了 政治动荡 这三个人物一直在斗 作为监队机构负责人 哈米德将军很快就成为伊姆兰汉的亲戚 然后利用自己的职位恐吓 逮捕这个总理的政治对手 哈米德也被视为是阿富汗塔利班支持者 在21年8月美军撤离后 他是和伊姆兰汉批准将巴基斯坦 塔利班武装分子从阿富汗 遣返回巴基斯坦的政策 就是他批准的 这个导致了巴基斯坦的武装分子回归巴基斯坦 随后呢他们分析就加剧了 据说巴结瓦将军解除了哈米德的间谍头子 头目这个职务之后 任命他为白沙瓦的军团的职务官 伊姆兰汉反对 反对这个巴基瓦的这个政策 最终是没有同意 还是同意把这个哈米德将军 重新回归白沙瓦的指挥 那么伊姆兰汉公开承认就是 由于阿富汗的局势 他是希望保留哈米德担任间谍机构负责人 就是说哈米德是和阿富汗塔利班是有绝对的联系的 他希望保留这个人的职务 实际最终看到还是因为阿富汗局势 还是因为这个巴基斯坦内部斗争造就了现在这个局势 所以咱们讲三军情报总局 咱们一直不信任 咱们说巴铁巴铁 但是你要明白巴基斯坦军方 中国普通的百姓现在不了解 巴基斯坦人民咱们可以搞友好 但是巴基斯坦军方 咱们千万不能说